從我在小學的時候家裡就做這份工作 那家裡面的工作人員就是 晚上就開始準備要備貨 隔天早上告別室要出去的東西 那今天出去如果是基督教出去就講Amen 然後如果遇到佛道教的聰明就講Amen 然後先講什麼話對不對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然後最神奇的其實是 他要我去摸爸爸的煩穴 去摸那個位置 他說是不是熱的 那我們幹這一行我們都知道 幾個小時都已經過去了 幾個都已經冷卻了 怎麼可能會是熱的 然後我那時候我就手去摸 手是冰的 身體是冰的 臉是冰的 他就真的是那股煩穴 他的這個位置是熱的 我就跪下去了 然後我那時候我就很感恩 我就很謝謝任波切 但至少在那一刻身為一個家屬 身為他的兒子 我覺得我內心被療癒 我覺得我有種很安心的感覺 我覺得我爸一定到了一個好的地方 那我父親那時候就拿著那個手套格子 然後去輕輕的把他的這個眼皮往下拉 然後就看到他的那個下眼顯 就是我們這個眼皮下眼鏡 有出血 有點狀性出血 那就代表什麼 他是有被勒 就是那個自信 微血管爆裂了 對對對 微血管爆裂自信 這肯定是人為 所以當他在前面在講這個 沒事啊 講這個沒事 講到眼顯出血他就說 沒有 去找人 一直是穿雲箭 去問馬來上 出事了啦 因為你這個東西 大概就是人為的機率可能就很高 是